這間呢 工廠開賣兩個小時內 全部完壽 想吃需要一點運氣 比較野餅喔 外面是行到脆脆的一種 介入脆跟滷麵的事件 嘿 活著 歡迎來到台南吃貨日常 我是來吃貨 今天要帶你們去吃一天 超級任性的一間 台南的店家 這間呢 一週賣不到四天 甚至一週賣兩三天 我來台南那麼久了 我只有吃過那個一週 我現在就是要去 前往外面的路上 希望我耽誤那麼一點點的時間 不要被搶貨完成 好不好 這間呢 通常開賣兩個小時內 全部完壽 想吃需要一點運氣 看看五次五次夠不夠 Let's Go 我去外面要把陀旦盧動跟滟旦盧壇 Meyer 我去外面的路上 然後宣布 我去外邊的路上 我來看 我為你會搶貨 欸 終於買到了 我跟你講 他們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美西亞 欸 聽說老闆很尤其現在 要來買 所以應該會賣比較多錢 這消息讓人蠻開心的 吃吃看 很嫩耶 可以抬牙 應該是有噴嚏的東西 這樣它的皮 外面是燙到脆脆的一種 介於脆跟臉的時間 吃吃看 而且雞肉烤得剛剛好 再來就是 蓋子 而且它體育得不錯喔 你看 它比較沒有到中間那個 很甜耶 而且還是帶有一種脆脆 然後它仔細就不好吃 都處理好了 然後還是會把它 撈到 手工工 手工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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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有很濃厚的鱼醬味道 我超愛的 好爽喔 我先把雞翅全部吃完吧 好了 最近就是其中一些任性的店家 現在這老闆開始不任性了 有想要努力公眾的感覺 好不好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來這邊吃吃看 OK 掰 吃完啦 剛剛那邊菜早早 有沒有做一點吃過 其實那邊東西賣的米香 雖然很多 可是樣樣都吃進去 老闆聽說他有一個正式工作 然後一開始我們據說 就是老闆的兒子沒有想要努力這一塊 既然老闆的兒子原意接受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味道 暫時 我很害怕了跟老闆 怎麼嘗試賣的這樣 好 那裡面最推的東西呢 我說我要做什麼 其實應該這是雞翅最好吃的 而且你一定要 只要看到雞翅 我跟你講你的手抱有意思 一直 這樣子一直打 真的不誇張 然後其他的東西其實都好吃 那如果說 買不到雞翅其他的選菜也是不錯 這間沒有一個店家是有 而且他處理的東西啦 處理很仔細啦 你不要看老闆有點粗獷有沒有 可是因為他處理食材那個 東西真的是蠻堅持 這點啊倒是讓我非常配合 好不好 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加分享 如果你還有發現哪一天 很快就賣我的任性的家 你幫我告訴我好不好 我們每週週四晚上18點 主持相片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掰